张继说道姜老太大闹陆家 逼着陆怀年娶姜小月 此时的姜小暖赚到钱 准备租房子把傻爸接过去住 老太太和您打听个事 这附近有房子出租吗 最好有院子 你想租房子 是的 我想租个带院子的房子 最好房东不一块住 洋房租金贵 一个月至少要五块钱 小姑娘你吃得消 吃得消的 只要有房子 我可以一次付半年房租的 而且我身上带了钱的 只要房子看得好 随时都能付房租的 姜小暖从包里拿出几张大团结 老人家眼睛都亮了 我那倒是有一幢 是我一个好姐妹的房子 我带你去看看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 周阿妈带着她 到了一幢独门独院 这房子一个月多少钱 我租下了 其他独院的没这个大 一个月是五块钱 这个你给六块钱吧 但房租的半年一付 水电费你自个交 成 我现在就给您钱 不过得写个字句 姜小暖拿出三十六块钱 还拿出了纸笔 周阿妈一气割成的写好了收据 递给了姜小暖 还把大门钥匙也给了她 便走了 此时姜小暖回家时 姜家在吃晚饭 她从包里拿出两个肉包 放在姜大宝团里 我要吃肉包 姜小华伸手去抢姜大宝团 姜小暖拿起板凳子敲了下去 一回家就拿你弟弟发脾气 你是疯狗不成 最近事事不顺 和王大姐说好这个周末来家里相看看 可却出了大女儿的事 让我先解决家里的事 我的肉包喂狗都不给你儿子吃 你有这精力管我 还是多管管你的宝贝女儿 现在厂里三岁孩子都知道 姜小月是破血 还和野男人倒大了肚子 我都没脸出门了 你够了 你姐被人冤枉了 你还帮着外人骂你姐 你还是不是人 那就要看你是不是人了 你是畜生 生出来的自然是畜生 你是人 生出来的自然便是人 天天拿这句话骂我有什么意思 有完没完了 小暖的话也没说错 小月就是跟你没学好 才会搞出今天这些破事 你还嫌家里不够丢人了 奶奶 我没有乱来 是陆怀年污蔑我 我是冤枉的 谁让你天天出去鬼混了 陆怀年不冤枉别人 怎么偏偏冤枉你 以后你再出去鬼混 我打断你的脚 此时的周燕红星沉到了底 她不敢再说了 怕江小暖真的知道 江小月姐弟的身世 江小暖 肉包给你弟吃怎么了 你就那么见不得你弟吃肉 见不得 我喂狗也不要给他吃 奶奶你不想吃 就让我爸吃 我等一分钟 江小暖狠狠瞪了眼江小花 抱着数 1点2点3点4点5点6 爸 你吃 然而吴老头一声不吭 他也想吃肉 让孙子闹吧 老太婆心疼孙子 肯定会买肉 以前全的叮当响 大儿子又没人照着 这才迫不得已当了上门女婿 天天受老太婆的劲 还被人瞧不起 江老太拔骨专后 肚子也不争气 生了个傻子 傻儿子不和他性 是江家的主人 和他没多大关系 我还有大儿子呢 让他给我养老 江小华还在吵闹 不想吃 就给我饿着 周燕红忍下了火气 明天他就找王大姐说轻事 彩礼一分钱都不要 只要能保住他的工作就行 你先管好你的破鞋女儿再生气 说破烂的 都看不上江小月这破烂货 哼 我们江家可真是出尽风头了 江小暖表情变暖 和江大宝道别 而侧边的江老太 突然心中一震 刚才这一看 竟发现 江小暖和儿子的笑容那么像 尤其是侧着看 特别像 然后瞪了一眼 周燕红就走了 妈 陆科长是厂长面前的红人 我们家哪得罪得起 就因为你三天前 去陆家闹了场 我仓库的工作都保不住了 昨天人事科长找我 说我是临时工 要解除合同 解除就解除呗 回来胡纸盒 手脚快一些 比你十八块 一个月的工资强 妈 就算我能胡纸盒 还有大伯一家呢 他可是正事工 我听人事科长的意思 要是你再继续闹 大伯的工作也难 听见这话 吴老头淡定不了了 他还指望大儿子养老奉忠 这婚事就算了 鸡蛋哪碰得过石头 你和厂长硬碰硬是碰不过的 我怕他个屁 厂长亲口答应我的 他要是敢反悔 我就去告预状 江昭帝你闹够了没 百兽不是你亲儿子 你就对他鼻子 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他工作黄了你就高兴了是吧 我今天把话落在这儿 百兽的工作要是黄了 我和你没完 姓吴的 你翅膀硬了呀 当初要不是我收留了你 你和那兔崽子早饿死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肯定在外头家老 拼头了 当初你娶了我的时候 你可是穷得 连双袜子都穿不上 你说会一辈子听我的话 我没嫌弃 你带了个脱油瓶 让你们爷俩吃好喝好 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老娘不过了 现在就去妇女主任呐 咱们当面罗对 罗骨对骨 把话讲清楚 江老太边哭边骂 一扬顿挫 还有一朝门边靠了些 让所有人都能听见 他才不怕被人投诉 今天必须把这老头子拿下来 否则以后更想不住